你聽到她的《You are my muse》反應這麼大 是否從哪裡聽過? 是否羅半豪跟你說過? 就算是她說又怎樣? 這句哄女生的話, 很多人都說 劉詠詩和秘密情人有不倫之戀 那個如果不是顧藏的話 就很有可能是羅半豪 這個世界那麼多男人 也可能是你 麻煩你沒有證據, 不要在這裡猜猜 我有事做, 出去 你在這裡逃避? 是不是因為她是你的前輩? 你走 你走 我還沒說完 走 走 是否糟糕, 弄濕了別人的東西 過來幫忙抹乾淨, 還看 這字不見了? 這字用拆掉的原子筆寫的 用這款筆的字一如二就會消失 即是因應溫度影響產生變化? 凍掉之後這字會出來嗎? 我又不知道 但你問Dr. Law的老婆可能會比較清楚 我會叫她用這副筆的 我會用功符 你也知道 這些修件是消息的報告盒 可以用來做什麼 你不肯面對現實的話, 等我去 我現在找易Sir查清楚這件事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已經查過了 這些筆水 遇到65度高溫 這字就會消失 到零下十度 這字就會重現 好, 現在萬事俱備 只欠 冷凍真 謝謝 謝謝 我現在… 如果我真的想要不做 你會不會做 我記得要不做 小時候 看見你 我一定會想不做 Dr. Law? 我問個秘書了 羅湾奴本辦公室 他老婆把他寄存在親戚的東西寄過來 而他老婆剛好 又是這張刷得勒的筆寫包過 只要刷了原本的名字和地址 把修件人寫成故作用 寄件人寫成黃雅子 就可以令人以為是黃雅子死前 威脅故作用 那些荷花血書和USB 真的是黃雅子死前 用來威脅人的人 不過目標不是故作用 而是羅湾奴 羅湾奴才是真正和劉榮詩 又是不能之戀的人 插裝嫁禍純粹推走這一招 真是刁鑽了 整件事就是這樣 羅湾奴為了擺對黃雅子的威脅 而搞壇右尾湯傳傳去殺人滅頭 好, 明天要拆完就抓人 你納下功了 不過第一手資料一定留給我 這些不是還要說的嗎? 真的要說的 在這條絲 致命傷是腹部中刀失血過多致死 死亡時間當然是昨晚半夜 救了一手 不過不是我想見到的結果 隨時怎麼發現的? 今早到六點左右, 保管房間 看到地上這麼大攤血就馬上報警 看過亂暖的 窗簾拉得陷, 窗簾都關閉了 現在初步確認是自殺 不初什麼?保, 都密實成這樣 確定是自殺的 不知道, 但這不是確定自殺的原因 為什麼? 知道這塊是什麼磚嗎? 不知道 你看到這塊磚也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也不知道 這裡是傳說中的紅磚111室 101室, 真是有所不知 以前這房間住了一個電子工程學的學生 他抵受不住讀書的壓力 把一個自殺裝置出現 銅房一打開, 裝置就馬上啟動 原來是本人七孔流血致死 他的血跟染紅在地上的戒磚 拆掉也拆不了 嚇到他的銅房, 連線都黏著 由於事情太可怕了 學校就唯有把房號重新編排 111室就剩下紅磚這個標記 你想想, 只有111室 羅漢豪又怎會不是自殺? 是的…給對了 很大 易Sir, 這位是死者的太太 太太, 戒愛順便 易Sir, 剛才在死者電話的電郵帳戶 找到這個電郵, 你看看 本人羅漢豪和學生劉詠詩 在德國曾經有婚愛情 我們結束關係之後, 各自回來香港 近這幾個月, 劉詠詩死前難逃 為免影響我個人名譽 我約會劉詠詩, 將他殺死 並沉思在大學荷花前 黃雅子是劉詠詩的好朋友 他知道我們的不倫關係之後 要脅我提名他拿獎學金 嚇一隻教授不容易推薦獎學金 為免地揭發我們的不倫關係 因此警方懷疑劉詠詩的死 我決定在刑身營殺死黃雅子 我利用牛尾湯傳說, 佈置作機關 趁著膠殼樓離開宿舍 我在宿舍外面吊下胡牛尾湯 誤到死亡時間 後來知道顧在庸, 沒不在場證據 所以我利用帶有舊油鎖的包裝紙 用黃雅子恐嚇我的血包裹 去教我給他 跟東東拉說他的手法一模一樣, 好嗎? 他什麼時候打定信號? 他為什麼要自首? 冷靜點 警官, 原來電郵是打算寄給香港警察 不過剛才看起來還沒發出 警官, 阿鶴不會殺人的 諾太太, 你冷靜點, 先冷靜點 我們會去查他 扶諾太太休息一下 諾先生 警官, 想問一下… 警官, 你馬上可以結封信號 我不妨礙你工作了, 我回去報料 等等, 電話聯絡 慢著 怎麼樣?什麼事? Kim 是 你們進來的時候, 燈正是否關掉? 拖門進來的時候, 已經關掉了 那羅蕊豪不是自殺? 但剛才細神砍完, 說他是自殺的 他連遺書也寫了 對, 但他真的不是自殺 因為燈正是關掉的 不熟 你想想, 死亡時間是晚上 窗簾都拉緊了, 房間沒有著燈 那倒是, 用刀插自己也要對準 不開燈工錢而已 會不會是他臨死之前, 順便關掉燈? 那你那套插著把刀 也沒有閒情的資質關掉了 Kim 要鑑證的同事檢查一下 案發現場以外還有沒有其他血跡? 是, Sir 鑑證, 鑑證那邊有初步的結果 在101號房外走廊沿途發現有血跡 他們憑著死者腹腳上的勵跡推斷 第一案發現場是在大學河花池邊 而不是在101號房 在那邊也找到死者少量的血跡 如你所料, 他殺魏莊成自殺 鑑證手信也是兇手打的 有可能的 Sir 想不到你這個神秘學癡漢 沒有被111號室的自殺報告握到 頭腦還挺清醒的 突然覺得你像個專業的警察 還沒找到真相之前, 什麼都有可能 是, 我很好奇的神秘力量 鬼神學說是不是真的 但沒說一定是真的 就算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靈異的東西 也未必一定是靈異的東西 你這件事就夠靈異了 正經得十足十虛被鬼上身 你那個Dr.潘點醒了我 不可以被傳說蒙蔽 讓犯人得逞, 逍遙犯外 乖, 還聽話過我這個學生 你刺激了我兩次了 我正在稱讚你 我生氣了 已經回覆了劉滿浩的電話記錄了 你曾經發了訊息給別人 約了他們昨晚在河花池等 時間地碟都問合, 對方很可能是兇手 好, 他發了訊息給誰 潘朵拉教授 昨晚12時你去了哪裡? 我去了我老師傅通明教授家 收拾東西 差不多10時3時 收拾到12時半才離開 有沒有人證? 沒有 當然沒有 因為你去了大學河花池跟羅患豪見面 兼且殺了他 我沒有, 他有約過我 但是打電話來取消了 是有紀錄, 但是沒有錄音嘛 他是打電話來提醒你記得準時到 不是, 他真的打電話來禁止 如果真的禁止, 那他人又去河花池?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鐘仔 訂閱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